全球各地抗爭怒火狂燒 中美洲国家威力马拉的反政府抗争浪潮 延烧一个星期 当火献士 政府通过史上最大规模的裁案 将近130亿美元 不过大大缺减民生开支 也无法解决国家的贫富悬殊问题 学生组织代表 商业领袖 教会组织等领袖 星期六继续上街抗争 施压政府总辞 数以万计的民众聚集在国会大厦前请愿 经过一连串的抗议 四面楚歌的威力马拉政府 将在星期二修改预算案 并举行会谈 国会也撤销 由总统提出对企业有利的支出预算 镜头转向波澜 华沙星期六街头涌现大批示威者 抗议法院禁止堕胎 示威者和警方相互推撞 情况混乱 适适选庆祝女性获得议会选举投票权 102周年 示威者认为政府剥夺了女性堕胎权利 只因法院裁决 胎儿缺陷堕胎属于违法行为 这意味着只有在强奸或保护孕妇生命的情况下 才能合法破胎 在阿根廷方面 多个城市则是出现许多天主教团体等非政府组织 抗议总统费尔南德斯提成法案 允许合法胎 阿根廷国会大厦外头一片蓝海 示威者挥舞着拯救生命的标语牌和蓝色旗帜 反对剥夺婴儿的性命 在阿根廷 只有在强奸或威胁妇女生命的情况下 才允许堕胎 最项法令自1920年生效 根据新法案 在孕期首十四个星期堕胎属于合法 引发当地民众强烈不满 在天主教图占多数的阿根廷 当地国会第九次提出堕胎合法化法案 两年前 这项法案虽然在众议院成功闯关 不过最终在参议院遭到否决 这项法案相信将再次在参议院卡关 是 有关 Wang 苏 给 vers